如果 憲法法庭 沒了 癱瘓了 阻不成了 連受理都沒有辦法 任何進步性的憲政觀點 沒有辦法在台灣民主社會 法治社會被實現 想想同婚法案就好 Oh my God 如果 溫委員現在強行 把現有原合法定原合 然後提高到三分之二 同婚法案沒有辦法通過 那跟本案無關喔 可不可以 跟本案無關的話 那為什麼今天本案有講廢死嗎 本案有講廢死嗎 世界內我後來 本案有 你怎麼可以指責我的發言 跟本案無關 剛剛一堆委員跟 來 那個 什麼 你先聽我講一下 我跟你們講 你沒有全力指責我的案子 我跟你們講 如果你三分鐘內 你要講什麼 我沒有意見 那現在已經超過 後面還有兩位委員 好 那可不可以不要 好 那我們下一位 聽什麼消我的音 我們下一位請 林思銘委員發言 怎麼大 怎麼大 那這樣子請主席 關的都不得提啊 你們用另外會議都不得提 那請主席 是不是都不可以在這裡 時間已經延長很久 我一直讓你們講 我讓大家都講 超過時間了 好 那不要一直談跟本案 好 那那個我們麻煩 林思銘委員發言 好 謝謝 這個時間到了 你就再登記 下一次再發言啦 OK 請不要故意破壞意識的進行 我還是要非常懇切的 請求 既然 在野黨的委員也說 大法官 人事同意權 可以審 該審 要排審 那就趕快來進行 都不要預設立場 如果你們認為有濫於充數 你們認為有不適任 或是你們認為是律友友 你們認為 哪方面有問題 就透過審查 在審查的時候 立委可以跟大法官 我們也可以提出問題 直求對決啊 有在野黨的委員 最喜歡找大法官辯論 很好啊 直求對決 就來審查 不要害怕 如果立委認為 你可以很明確地指出 哪一個大法官不適任的理由 那就上質詢台 你現場給他難看沒有關係 大家就專業比專業 所以憲法訴訟法要審查 這是一個套餐 我說過 這是一個套餐 如果今天搶修了憲法訴訟法 通過了你們的 以法定員額來代表 取代現有員額 再搭配 現在禁服二讀要三分之二 才可以來決議評議 那麼更合理化 你們不行使大法官同意權 因為就八個人 讓他永遠開不了會 憲法法庭就關門了 我委員在這邊 您是留得的 剛剛我也再度的 去確認相關的訊息 德國的大法官16位 但他們分兩庭審理 一庭 八位 依他們不同的專業分工 所以德國也是 三分之二出席 二分之一就可以決定 但是他的基數變成八位 比台灣的十五位 當中扣除回避的二分之一 遠低於台灣 你們說少數觀點 單一觀點 那好好去研究 你留學的德國制度 看看美國制度 美國的大法官 九位 八位 九位 他們一樣 二分之一議決 如果就在野黨說的 兩三位就決定了 這個是何其的偏頗 那麼好好去檢視其他民主國家的運行經驗 退萬不言 剛剛羅志強委員不在場 我再一次 不厭其煩 跟您報告 跟說明 從來並不存在 少數兩三位 就可以來定憲法解釋生死 這種極端案例 從來不存在 你舉個例子來聽聽 你舉個例子 哪一個大法官的審議是兩位三位就決定了 我再一次不厭其煩的跟你報告 新制之後 2019憲法訴訟法完成修訂立法之後 48個憲法法庭受理的案件 有37案是15位大法官全員參與 包括討論跟評議 37案48案當中有37案是15位 另外有11案不是因為大法官不願意來 是因為基於法定他要回避 所以回避的11個案子當中有10個案子 參與評議的委員大法官還是高於10位的 只有一個案子 因為有部分回避的需要 唯一 only one 一個案例 有9位大法官參與評議 而9位大法官的二分之一也是5位啊 這是史上唯一的一案 你們說的極端案例在哪裡 你舉一個案例來聽聽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就數字說話哪一個案例哪一個判例 最後還是要懇切的說 癱瘓了憲法法庭沒有辦法審議的是 98%的人民申請憲法的解釋案 這是人民的權利 興致之後98%1336件是人民權利申請憲法解釋 如果憲法法庭沒了 癱瘓了組不成了連受理都沒有辦法 大家想看看 任何進步性的憲政觀點 沒有辦法在台灣民主社會法治社會被實現 想想同婚法案就好 同婚法案多少年輕世代台灣進步性的思維 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 讓同婚合法的國家 如果我委員現在強行把現有原額法定原額 然後提高到三分之二 同婚法案沒有辦法通過 那跟本案無關喔 可不可以 跟本案無關的話 那為什麼今天本案有講廢死嗎 本案有講廢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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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可以指著我的發言跟本案無關 剛剛一堆委員跟 來那個 為什麼 你先聽我講一下 剛剛一堆跟本案無關的案例 我跟你們講 你沒有全力指責我的案子 我跟你們講 如果你三分鐘內 你要講什麼 我沒有意見 那現在已經超過 後面還有兩位委員 那怎麼可以不要 好 那我們下一位 我們下一位 我們下一位 請林思敏委員發言 那就是這麼大嗎 那這樣子請主席 財事跟本案無關的 都不得提啊 都不得講啊 那請主席 財事跟本案無關的 是不是都不可以在這裡 是不是 主席要財事要公平 要合理 要公平 要合理 我只求一個公平 只求一個合理 那時間到了 時間已經延長很久 我一直讓你們講 我讓大家都講 那時間延長那麼久 我剛剛已經一直提醒 然後 超過時間了 好 那不要一直談 跟本案 好 那那個 我們麻煩林思敏 好 謝謝 那個 時間到了 你就再登記 下一次再發言啦 OK 請不要故意破壞意識的進行 好 謝謝主席